圣言师父说 农禅寺是法谷山的发源地 如果没有农禅寺 就没有今日的法谷山 师父啊 农禅寺一直没设山门 也没有外墙 这样没有内外之分 有时难免让人容易分心 山门 农禅寺又不是山寨 其实山门是物称 正确的名称是空 无相 无愿 三解脱门 简称三门 三解脱门 对 要盖 就盖一座有意义的门 在圣言师父的心目中 农禅寺的门 是接引众生的修行之门 法师希望人们进入此门后 能体会世间一切 皆是因缘合合而成 自信本空 进而放下自我中心 从各种执着 烦恼中解脱出来 并且无所求地奉献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解脱 也才是三门真正的意义 师父 门上的题字 您决定了吗 就叫 就叫做入慈悲门吧 圣言法师认为 入慈悲门四字 正呼应了大圣佛法 接引众生最重要的精神 农禅寺 以观音法门集中 进入此门 等于到了观世音菩萨 慈悲的怀抱里 走 师父领你们进门 嗯 就用这八个字 照避与入慈悲门 同时施工 圣言法师选了 弘一大师所写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八个字 代表农禅寺传承的 禅宗精神 与法脉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出自金刚经 是让禅宗六祖 慧能悟道的一句话 慧能没出家前 是一位不是字的侨夫 有一天 有一天 他一如往常 挑柴到镇上去卖 忽然听见有人在读经 因如世生 不应注色生息 不应注生香味 触法生息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 这位年轻侨夫 因为这八个字 因为这八个字身心受到无比震动 当下动了出家的念头 从此 慈经求道 最终传承了禅宗法脉 成了禅宗六祖 无所住 就是心 不在一个念头 或任何现象上产生执着 牢牢不放 生其心 就是以无私 无我的智慧 处理一切失误 可以放水了 好 哇 师父说 这就是心无所住后流出来的智慧水 感恩大家 一起完成了工程 阿弥陀佛 随着圣言法师的国际知名度渐渐增加 入慈碑门 迎接的信众与重要贵宾越来越多 2004年 入慈碑门与开山农舍 一起被列为台北市的历史建筑 为农禅室的宝贵历史留下了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